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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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是一开始就是有朋友带我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起司咖喱牛肉那个很好吃 经常来 因为它中午有那五式套餐送这个 哦 中午有五式套餐 对 然后送这个奶茶 对 点一个饭就可以送这个 对 逛累了 来店里休息一下 解决午餐的同时点上一杯喝的 跟朋友聊聊天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 小姐你好 打扰一下 今天就两个人 对对对 看到没有 两个女生点那么多 吃得完吗 吃不完但是都想尝尝 吃不完但是都想尝尝 好 来 问一下你 这么多菜肴当中 你自己个人的话最喜欢哪个 我觉得猪井肉很不错 猪井肉不错 对对对对 你关他理由是什么 我第一次尝到猪井肉的口味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和外面别的导式的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对对对 它吃到嘴巴里面感觉脆脆的 就是你咬进去 你会有咯哩咯哩的那种声音 这个酱哦 它看上去像那个辣酱 但其实它不是 它是有一点点酸的 酸的 酸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觉得吃上去胃口味很好 所以就点了那么多 本来没有蛋酱之前 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它就是一就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感觉 甜甜的 对很香 刚才吃的什么 猪井肉 猪井肉 对 看你一边吃一边嘴里还是低谷 是在跟他们讲这个肉有多好吃吗 对因为我很喜欢吃肥肉 然后这个肉它就是 这肥肉它它不腻 然后Q弹Q弹的 嗯 筋肉的话也不会弄嚼成渣 而且它上面有那个酥 嗯 酥就是口感可以那个增加一下 也不会很 就是它里面筋肉的部分 它会不会刺你牙不吗 不刺牙不刺牙一点都不刺牙 不刺牙 肉不腻嘴 对然后再喝一口奶茶 再喝一口奶茶 绝配了啊 听了时刻们的一番描述 无肉不欢的杨铝 也决定点上一份 验证一下味道究竟如何 那么多人钟爱这个猪井肉哈 说实话 猪井肉不是很特别啊 喜欢它肯定有道理对不对 来来来 我们来尝一尝 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本来我以为哈 猪井肉会不会说嚼起来很难嚼 但是没有 你入口之后你牙齿一扰 你就觉得它里面的纹路非常清晰哈 很嫩 但是呢 它一点都不会有那种腮牙的感觉 它上面你看 这里有一层各种的一些香料啊 炸熟之后 那个浇在上面 它又把那个香味又提升一个档次 如果你觉得腻 在肉的下面还有蔬菜可以混在一起吃 酸的酱料更是解腻的最佳搭配 每份34元的价格 值或者不值 要你尝了才知道 不管是怎样的美味 约上家人好友一起放松一下心情 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吧 今天是长假第二天 明天还能够再休息一天 这不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呢 都已经开始当起了夜猫子 找起了夜宵了啊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打听到了一家人气夜宵店 他们家晚上十点钟才开门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人气夜宵等待着我们呢 赶快跟着镜头去看看吧 那夜宵的话 韩朝有这种店人那么多 都是些招牌吧 串串 烤脑花 烤海鲜 羊蝎子 还尝一下这种东西 这里开的比较晚 吃夜宵也比较方便 美食它不分早晚的了 深夜包打听 深夜包打听 越夜越美味 越夜越美味 深夜包打听 越日雅刀 米刀也好 なる 吃夜宵 想要吃夜宵 吃夜宵 牛肝 把根级的好了 我把根级的好了 给把根级的好了 还记得 如此壮观的排队场景 这里的美食一定很吸引人 而且还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 中山公园那边 咕雷达给多动过 不是动的 哇 鱼达 我开车吃咕雷达 你怎么开咕雷达 哇 我不动 淘浦半个小时 坐地银铁 坐地铁 再转车的 冲着这里什么过来的呢 炸猪排 那已经十点多 待会吃完会不会赶不上地铁啊 会的吧 那可以打击回去 打击回去 为了猪排 多少人都是冲着他们家的炸猪排而来的 有骑住动车买四五盒打包带走的 更是有人开着车来 买好的 直接坐在车里就吃上了 你们是买了这里的那个炸猪排是吗 对 那为什么坐在自己车里吃呢 没有位子了 太冷了 太冷了 稍微凤就点淡 觉得值得来吗 值得 一句值得 不管条件有多艰苦 吃上一口炸猪排有多麻烦 大家还是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来 五块炸猪排 十块炸猪排 好不容易排上队 怎么能少买呢 人多才是一页 看到吗 你来微博过来学 我没过来学了 就过来学了 农国的米道哪能呢 米道没好呀 好吧 可能再过来学了 排了多久了现在 排了大概十分钟 那你平时过来 大概要都是排多久才能买到的 就差不多这样的队伍呀 差不多这样队伍 要排多久啊 农家人 总为十五分钟要的吧 十五分钟 那今天才要二十五分钟 那就为了等炸猪排啊 还有温饭上面的 还有天气上面的 火辣里的就是烙米豆呀 哪里我打车 哪里我打车就车哥哥 车了几年了 一两年 有这些太多人过的卫生状况 你能接受吗 亚生嘛 这都做的 亚生也做的 农子经浪过来车亚生了吗 我啊 我一直累 一直累啊 为啥 大概多人往来趟啊 两三天吧 两三天就累啊 我就为了车哥哥哥 了 上面 这个 是 通常 农家说咱农郎 这个的 seben公司 襲荡 吉日乙 谁说夜宵只能属于年轻人 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少住得远的还是住在附近 每一个人一到夜宵的饭店就开始想着这块炸猪排 店里面每天烧炉子就要用掉一百多块煤饼 可见生意有多火爆了 在这边吃了就好吃了 好吃到土饼里了 那那亚洲的鸡地东上一日最忙的容不? 上来就开始忙了 那亚洲就开始把电话过来 那亚洲就开始拔掉了 那要弄到亚洲的鸡地东 弄摸骨骨水果没提后马太多少块鸡子吧 摸骨骨 这个没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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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吃一碟 这个 Gonna切着鸡汁 这个有米 拿着的大牛 你要老去就来吃湾 请坐视 footage David 看见了那个猪 Billy 去那个咪咪咪咪咪咪呢 要 把肉敲松 上好面包糠 然后放油锅炸 这些过程都是现场操作的 所以食客排队拿到手的都是热乎乎的炸猪排 吃的那个香啊 每天几张小桌子都没有空过 十几分钟座位上就换一拨人 炸猪排是每位食客都会点的 你的两块土姿吧 应该称鸡 改变哪个称鸡子做错了吗 换两只 换你两只称鸡 对啊 土姿吧呢 土姿吧老换你亏 它的肉很厚 然后非常鲜美 然后非常有那种老上海炸猪排的那种味道 就是以前小时候妈妈做的这种感觉 老嫩也正好 不会特别那种特别早 然后很近的这种 我看你一个人要了 这是两盘嘛 有三块了 没有没有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你了 就前面那周还没收掉 你已经坐下来了 是是是 比起其他一周 第一下周中 我想把管理高的东西 在米芬可能老好老度了 就是实打实的 对啊 相当的还是比较稍微的 虽然对吧 最早以前吃的是蛮便宜的 三块一块 现在六块钱一块 你三块钱一块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五六年前 和吃了五六年的老食客相比 年轻的新兴食客 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尝试的 这个重点采访一下 这位小姐 这是 为什么 马上第三块 这已经是第三块了 对的 你吃晚饭吗 我先问一下 吃了 吃了晚饭 现在是快十一点钟 又吃了三块炸猪排 这个夜宵量有点大 难得一次 难得一次 他们说好吃嘛 然后我就过来吃了呀 那你吃下来觉得好吃吗 蛮好吃的 好吃在什么地方 能让你吃上三块啊 我觉得很嫩 然后外面还是比较脆的 我觉得可以 那能吃三块等我吧 你这一家 可以 可以 你这好吃吧 这次有两块吧 可以 有两块 能够到最够好吃 几块呢 那我说的了 这炸猪排的个头可不小 能让一个女生吃上三块 想必一定是味道很合口味 店员说 吃三块还不算多的 曾经有个男生 一下子吃了八块 究竟这晚上十一二点 生意还如此火爆的炸猪排 魅力何在 我们的宝打听 只能为你打听到这些了 更实际的感受 还需要您亲自去尝试一下 欢迎回来 接下来是厨艺堆勒碰的时间 这平时最常见的猪肉和牛肉 您真的会切吗 怎么切 怎么腌 才能够让肉质更加的细嫩呢 话不多说 一起走上街头 边看比赛 边学习起来 石头剪刀 石头剪刀 不 一二三 石头剪刀 不 石头剪刀 不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 浦东的浦星社区 我们要在这里 来找一找厨艺最高的那位 社区为我们推选出了 四位厨艺高手 来参加今天的比赛 一边是好友接伴 默契十足 另一队的阿姨 都是信心满满 气势对抗默契 孰强孰强 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我们叫鸭鸭队 鸭鸭队啊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两个人名字里面都有一个鸭字 名字都有鸭 鸭鸭队 挺好的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老了不图什么 我们就图个欢乐 我们就叫欢乐队 欢乐队是吧 对 接下来就要进入挑选食材的环节了 两组选手只能用文和看的方式观察我们所提供的食材 然后两组各派一名代表猜拳决定谁先挑 每次每组只能挑选一样 直到食材被全部挑框 所以获得优先权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来石头剪刀布 好 恭喜黄契队来 咱们先挑第一样 好 洋葱 这是什么呀 这是牛肉 好的来 干凝了 洋葱牛肉最常见的黄金搭配一下子被分开了 欢乐队是相当的有策略 接下来他们更是步步为营 始终控制着食材挑选的节奏 鸭队很是受牵制呀 打不原来吧 个自然没用的 自然没用 茶叶 茶叶 茶叶不用 你们把料酒拿去了 那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辣椒辣椒 辣椒是吧 好辣椒 菜籽油和橄榄油被两队随意瓜分之后 最难使用的茶叶最终落在了鸭鸭队手中 所以最后鸭鸭队拿到了牛肉 鸡蛋 盐 花椒粉 辣椒 茶叶和橄榄油 七样食材 主食材只有牛肉 如何上浆才会嫩 茶叶是用来炒鸡蛋呢 还是酱牛肉呢 成为他们的难点 而欢乐队拿到的是猪肉 洋葱 酱油 茴香 料酒 菜籽油和糖 配料和调味品相对齐全 只是茴香他们会用在哪里呢 最常见的猪肉和牛肉操作起来究竟是简单还是难 两队又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在接下来的比赛环境中 我们将一一揭晓 好 我们看到阿姨已经把战袍给穿好了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既然是擂台就要有擂冠 来我们有请丁大厨 来丁大厨 你好你好 本期擂冠丁大厨 我带了计时器了 有有计时器了 先别翘啊 我们这样 因为今天的这个食材呢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 您帮他们提示一下 两边的难点和注意事项分别是什么 不管是猪肉和牛肉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今天的比赛主题 千万要注意你刀工的处理 就这么简单 就切得好就能烧得好 切不好就很难烧得好 有问题了 好的 现在大厨 您这八可以开始了 来 我们现在比赛 开始 比赛规则 两队必须在限定的20分钟内完成菜品的制作 最终味道较好的一方获胜 先要想把肉做得嫩 腌制火候上有讲究 刀工处理也有学问 先来看看欢乐队的阿姨切猪肉的手法 丁大叔你看 我觉得这个阿姨她的这个刀工还是不错的 你觉得不错 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想着谁说 这个不是 首先第一点 它这样切的话呢 是安全系数会很差 很容易切的手 第二呢 切出来后薄会不均匀 这应该是这样 这样压着 压着这样 可以 这种 我们是 因为专业厨的话 不会这样做 先不论切得如何 这工价就不够专业 两队阿姨充分考虑到比赛时间的限制 不约而同的选择 把肉切成丝来烹饪 不过大叔对于压压队 牛肉的改道 似乎也是不太满意 大叔你看这个刀工 是不是比那边要好一点啊 这个刀工呢 跟那边 它也不是横切 也不是竖切 它斜切 也是有点问题 说实话 牛肉不建议这样切 这种切 我刚才说的也有问题的 就是说呢 可能会有厚有薄 然后它成熟 程度不一样的话 就会出问题 要么老 要么过程 而且牛肉切的时候 好像是说 要跟这个纹路是全直 是吧 断 但它好像是顺着纹路再切 这个我们现在就不方便 先不方便说 不方便透露是吧 那您觉得 这个菜里面的茶叶 应该怎么用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泡的茶叶的方法 还是不错的 还是对的 茶叶呢 如果你干的茶叶去直接炒 或者怎么样 尼玛会浇 要把它泡开之后 把茶叶过滤出来之后 炒在这个肉丝里边 还是不错 肉丝就茶香 欢乐队有足够的酱油 黄酒 糖 茴香来腌肉 可是压压队却只有胡椒粉 而且鸡蛋 茶叶和牛肉的搭配 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思路 好在有旁边阿姨来吃烧 我出的主意是 那个茶叶泡成水 有点绿油油的 那个摊出来的蛋饼呢 就有点绿油油的蛋饼 牛肉丝炒好以后 放在这个蛋饼上面 放了一个造型 这种做法呢 不能说它不行 可以 但是这个茶叶的用处 好像这样用呢 有点 就是不在那个点上 不在那个点上 看来压压队的操作 有点偏离轨迹 而此时 欢乐队这边速度比较快 已经开油锅炒洋葱了 虽然没有盐 酱油和糖的搭配 也是传统本邦烧法 只是旁边阿姨觉得 要先炒肉 后炒洋葱 如果说欢乐队的做法 勉强合理 压压队的发挥 就让人看不懂了 这锅子怎么沾底了呢 它这个腌呢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如果沾腌的话 最后拿个过滤 都把蛋清过滤掉 如果太多蛋清 就变成蛋下锅了 你知道蛋很吃油的 一旦油不够 马上粘在上面 对对对 然后第二点呢 它辣椒是最后 弄肉的时候再放进去 这样的味道不对 应该把多一点油 把它煸香一点 然后把那个肉再下去 其实这个干辣椒 使用的时候 和一般的 比如说青椒 鲜青椒 这不一样的 有区别的 很大的区别 鲜辣椒的话 后方是可以的 鲜辣椒的话 如果你打着女生放 都没问题 它就取它的辣味 但是干辣椒取它的香味 所以一定要 干辣椒的话 一定要先煸香 稍微略有油略煸 煸香以后 对对对 牛肉丝出锅 恐怕这沾底的锅子 也要好好洗上一会儿了 而欢乐队两位阿姨 按照自己的思路 按部就班 肉丝炒熟后 再把洋葱放进去 一同翻炒 放点酱油 出锅 错误的地方就是说呢 这个菜讲究的是 它的脆性 就洋葱要脆 所以说洋葱应该厚炒 很快地翻锅之后 肉丝下去 把它保持干爽 这个汤水有点太多了 然后没关系 我们待会尝尝味道 不管是猪肉还是牛肉 有了洋葱 味道肯定不会差 鸭鸭队也进入了 最后蛋饼制作环节 茶叶跟鸡蛋的搭配 还真是比较新奇 牛肉丝 如果包起来 会不会是一个成功的 牛肉馅蛋饺呢 不管怎样 两队的菜品 都已经制作成功了 味道也已经尝过了 就听听大厨的意见吧 猪肉呢 这道菜做的呢 还不错 应该说还不错 但是个人认为呢 汁水太多了 然后你的小茴香 没有充分用到 而对于鸭鸭队茶叶的利用 大厨给出了合理的建议 茶叶露菜呢 无非就用它的叶跟水 两种方法 如果是炒菜的话 我用它们泡完的叶 我们去炒进去 它会有茶香的味道 如果我们去腌菜 或者做一些 那个汤汤水水的菜 用一点茶叶的这个水 去做 两种都能做好 刚刚 刚刚大叔一开始 也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啊 这个肉改到切的好不好 是决定今天成败的关键 那咱们牛肉和猪肉 到底分别应该怎么切 您也在这儿 给我们示范一下吧 好不好 不管牛肉猪肉 它们都是一个概念 这个是它们的纹路 对不对 所以它的纹路 所以切的时候 不要 不要你们刚才这样 这样 这样 你知道 它可能这边厚 这边薄 就很简单的 就把它竖着 然后呢 轻轻地把它刀下去 直地下去 直地下去 我们就把整个纹路 把它切断 然后切断之后呢 你看 切断之后 我们随便贴丝也好 如果切丝也好 或者打片也好 打片也好 对肉类的处理 也有一句口诀 横切牛肉 竖切鸡 猪肉跟牛肉一样 要切断其纹路 而家庭类的肉 要顺着温路切 肉的刺口才会更嫩 今天两队阿姨 对肉的处理方法都不对 而且肉丝切得太细 刺口上也会柴很多 今天究竟哪一对 会是最后的赢家 还要看大众评审的品尝 和投票结果 首先第一点 现在已经胜负很明显了 说老实话 味道是的确这边好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个家常的菜 而这边是一个创意 我觉得在茶叶对他们难度还是比较高 至少他们处理的还是中规中矩 所以我把这一块给他们 好也是鼓励他们 对鼓励一下 所以那其实这样 我来先说一下吧 通过刚刚投票 我们很明显的看出了 我们的这个欢乐队 是获得了今天的胜利 而且刚刚呢 我把票投给他们呢 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肉丝 可能看上去不怎么样 但是确实味道要好吃一些 可以说欢乐队的优势 完全在于食材的优先选择权上 洋葱是起香提味 有营养的绝配好菜 加上酱油 糖等期权的调味品 这道菜想不好吃恐怕也难 而鸭鸭队 鸡蛋和茶叶的处理 确实比较难 虽然做法上有心意 用的却不恰当 牛肉的炒制 粘锅更是大意 所以最后欢乐队 以明显的味道优势获胜 我们要恭喜的是二等奖的获得者 那就是鸭鸭队 美人三瓶 蜜香清幼又作为饮料 来来来 谢谢谢谢 谢谢阿姨们的参与 好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我们的丁大叔来颁发 一等奖的奖品了 我们一等奖的是欢乐队 获得的是由百里通提供的 价值388元的牛排卡 来一人一张 好了 那同时呢 我们也要呼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您觉得 您的社区也是卧虎苍龙 希望我们在您的住处 打擂台的话 赶快通过微信 或者微博方式来联系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未想五月天 吃货爽饭天 最近很多主题餐厅 是非常的抢眼 有时候你走进一个饭店 就如同穿越到了一个旅游胜地 有时候你走进到的 另外一个饭店呢 就会感觉到 回忆起了很多童年的往事 那么究竟 今天是哪些主题榜上有名 赶紧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节目 趁着节假日 约上好朋友 大家一起过起来 酒庄 草原 怀旧 武侠 不同主题 不同美味 走遍大街小巷 走遍鸡脚嘎啦 美式资助 中式川菜 泰式咖喱 边吃边玩 让舌尖环游世界 这个五一小成价 带你领略风格迥异的玩趣餐厅 中午吃饭 来吃 饭糖是吧 好 行行行 那我先过去 我在那边等你 哥哥你到哪了 你快一点 我已经到里边了 行行行 快点快点 我先去做个棉花糖等着你 主题餐厅第一站 年代秀饭糖 主题风格 七零八零聚集地 上榜里游 棉花糖抽豆腐 儿时记忆大体验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棉花糖 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看到哪里种棉花糖 过来目不转间盯着 但是呢 我在这边 除了看到这个棉花糖 我还看到啊 小时候外婆踩的那个缝纫机 妈妈结婚时候用的那个红色的热水壶 也不对啊 妈妈结婚的时候 好像还没出来啊 不管了 反正呢 就是小时候啊 这些东西我在家里面都见过 但是今天来到这边 除了感受这些记忆之外呢 还要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美食的记忆 热水瓶 缝纫机 旧花豹 刚进餐厅 就有种穿越的感觉 被各式各样复古的小物件包围着 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吃饭的氛围 感觉还不错 跟平时之前吃的地方蛮不一样的 因为经常去的地方 就是那种一进来 灯光特别的亮堂啊 就装收都差不多风格 这个风格还蛮不一样的 它是纸质的菜单 蛮环保的 很环保 那这样的话 看不到图片 会不会说点菜不太方便 其实还好 有的时候就是加点自己的想象嘛 就单看菜名了 是吧 对对对 菜名有没有一些蛮特别的 比如说 我觉得还蛮口语化 有些东西 什么好吃年糕啊 八零头肉夹目 给你感觉 还自己蛮贴切的 就是会有一些情景出来 对对对 看来吸引大家来这吃饭的 不仅是怀旧的风格 各类你意想不到的怀旧小食 都成了这里的点睛之笔 一进店我看到他们这个装修 也蛮有特别的 对对对 最主要那边还有一个棉花糖 我经常会去往 喜欢吃棉花糖 对对对 桌上的菜你自己的话 又喜欢哪一道呢 我喜欢这 你喜欢这个 这个饮料 这个饮料 这个叫调一调 这个蛮特别的 这个杯子 调一调 调一调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上海话叫那个 什么 慢乳筋 慢乳筋 对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我的印象比较深 就是小时候吃臭豆腐 还有那个油凳子 今天有点吗 今天有 今天点了一个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和一般的话不一样 甜甜酸酸的 蛮好吃 说时迟 那时快 杨吕找了个空位 赶紧点起了菜来 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美味 我今天点了两个菜 你看 一个的两个豆制品 一个是冷菜 一个是热菜 还有呢 我要讲到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调一调 是不是很有感觉 小时候吃的那个慢乳筋 调一调 感觉特别好 来来来 我们先来尝一下 今天这个臭豆腐 黑暗炸臭干 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老这滚 我跟你讲 它这个臭豆腐 跟我们之前吃到的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先炸过 炸过之后 然后它来再做成红烧的 你吃到嘴巴里面 你会觉得外面这一层 还是烧是带点那种甜甜的感觉 往里面咬的时候 它很嫩 不像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臭豆腐 觉得会有点重口味 味道很浓郁 没有 它里面还加一些香菜在里面 你看 这些香菜在里面 就把它这个香味再提升起来 你觉得在嘴巴里面 这个味道很丰富 很有层次感 其实我发现他们这家店里面 它所有的菜品 价格都不是很贵 很实惠 难怪这么火爆 生意 他们做得很亲民 主题餐厅第二站 游牧部落 主题风格 草原民族风 上榜里游 闹市京线蒙古包 肉香九美草原情 终于来到蒙古大草原了 我是直接想的蒙古包 亲爱的 亲爱的你在哪里 亲爱的 我回来了 好假 酒壶 马鞍 蒙古包 听着悠扬的琴声 仿佛跨越了1400公里的距离 草原风情尽现眼前 老奥巴 三分钟 三分钟 老奥巴 三分钟 好好好 谢谢 是 从远方的客人 来到这个蒙古包 你们都会这样 弄些好菜好酒上的招待 是吧 对 招待客人 这些都不能吃的 这个什么 这是油条吗 看起来好像 蒙古果 对 有点跟那个 麻花 我觉得有点像 有点像 这也是用那个面糊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牛奶 哦 炸出来 哦 了解 还有这个哈 这是草米 蒙古人喝那个奶茶的时候 一定要放点这个草米在里面 是吧 这个是奶皮子 把这样放进去 嗯 有点咸咸的 略带 一点点甜的那种口感 然后呢 你会感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奶香味在里面 是不是 蒙古族人的每餐都离不开奶和肉 奶皮子 烙饼 炒米等等 都是以奶为原料制成的 早晨中午喝奶茶泡奶时 不仅绿色健康 还能强身健体 蒙古语说 好喝怎么说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羊腿 来 小伙子 啊 这个是不能我自己弄吗 来客人了以后 主人亲手给他 哦 这个是要主人亲手 这个是对您的一个尊重 哦 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色面好像很诱人啊 这个都是在你们大草原的这个羊吗 对对 嗯 就是我在我们家草原上羊的 嗯 然后就是纯天然 纯绿色 吃着那个 嗯 啊 草原上的那个炒 这儿的羊肉选用精致的羊后腿 以温火慢慢烤制一个多小时 焦香四溢 此时若配上一口当地特色的麻奶酒 别提有多幸福了 每到周末 店里都会有蒙古族的特色表演 悠扬的马头琴 陶醉的呼麦 美食美酒 以及热情的舞蹈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份千里之外的草原风情呢 主题餐厅第三站 阿什里 主题风格 美式居家风 上榜里游 美式厨房 加班感受 健康自助牛排最优 准备了一个上午 累死我了 刚来是吧 随便拿 随便吃 想吃什么 您自己挑 随便拿 对了 要给钱的 128一个人 一走进这家餐厅 回家的温馨感迎面而来 橱柜 挂灯 吊饰 开放式的自助餐区 颇有种在自家厨房用餐的感觉 更彰显了店家的品味和创意 环境很不错 特别是您刚进门的时候 然后就一下就会被整个开放的厨房给吸引 你就可以看到厨师 对对对 你就可以看到厨师 已经可以在 他们正在烤披萨 然后整个环境会很温馨的 我看到是不是还有挂衣架 挂一个地方一下 我就觉得很贴心 这边不是很吵 然后它的装修呢 比较像就是 特别台湾的材质 比较像我们家里有的装修 所以比较有这个 很温馨 对很温馨 然后一下距离感就接近了 然后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平时聊天也会在这个地方 比较像家里面吃饭的感觉 然后它整体状况也是这样子 这个灯我觉得没有创意 就是那个铜锅啊 就在一起 比较有创意 然后感觉是在这个厨房里吃饭的感觉 海鲜沙拉披萨 各类热菜甜品应有尽有 这儿的自助餐大部分都是现点现做 以保证食物最新鲜的口感 当然牛排更是一大特色 各位 各位告诉你们 接下来我要向他们推荐这一道 火山岩牛柳 相当厉害 为什么 这样来一个 我不会弄 大厨大厨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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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要得请教你 因为我其实就是来打个酱油的 这个叫什么牛排 这个是火山岩 那个牛柳 火山岩牛柳 是吧 因为是选用了火山的那个岩石 这个时候我们是经过处理之后 然后是选用一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大小 然后每天是放在烤箱里面 至少要烤六个小时 达到一个20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 然后现场把我们喷了的这个是 我们是选用澳洲古斯的一个牛柳 上等的一个牛柳 对 然后马上放上去 会听到这种声音 如此牛排还真是美味又养眼 搭配秘制的烧烤酱 一口下去肉汁四溢 不过要提醒大家 牛排不包含在自主餐内 想吃的话还得另点 怎么样 在家吃自主餐 您心动了吗 杨鲤这要跑哪儿去了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摘蔬菜 但是有没有发现 我是带你们来乡墙里面摘蔬菜吗 这里有没有蔬菜 那当然有 在哪里 看这里 你看看 这个蔬菜是没有长在土里的 长在外面的 种子加水加恒温 新鲜既摘既食雅苗菜 我倒进去讨教一下 这个菜没有土壤 种出来能吃吗 主题餐厅第四站 及时 主题风格都市菜园 上榜里游 市区饭店还种蔬菜 新鲜豆芽 现摘现烧 师傅您好 您好 答扰您一下 你现在是在给这个苗 浇水 浇水 对对对 这个我看是豌豆苗 豌豆苗 怎么样可以再这样无土栽培 首先我们是提供一个温度 温度控制在22度到26度中间 然后有一个雾化的这个系统 就是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喷 有这个雾化 对 然后呢 很温 它就能够很好地生长 对对对 然后就是水 水 对三个要素很关键 很环保 然后我们提上的是零工旅运书 就是客人你选中一盆 然后它的话 你直接割下来就可以吃 割下来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 杨吕决定立刻赶一回时髦 试一试这个急摘急食 据说这里还有个叫做塔吉锅的料理 利用蒸汽循环 烹饪出原汁原味的食物 到底还需要哪些食材来搭配呢 一起去问问大厨吧 这个长得蛮好看的吧 这个是金顶侧耳 金顶侧耳 它也是无土栽培 不是 它有一个培养鸡的分别 这里面是有玉米皮 木屑 然后都是一些有机的东西 看到旁边啊 还有这什么汤啊 这个是先用鸡骨 火腿 猪骨 还有就是军饺 掉出来的底汤 我已经有这么多食材在一块掉 这要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左右 塔吉锅的做法很简单 先将所有食材全部放入上层蒸盘 然后与汤一起蒸熟 上桌之后把食材放入锅中 加盖焖上五分钟即可 整个过程很少用到水 因此保证了这些健康珍贵的美味不被流失 像这样的食材 比如说跟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一些 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 更新鲜 然后咬上去就是那种蔬菜啊 就咖喷脆的那种感觉 开的这种色彩啊都很饱满 像我们知道平时的菜一进汤锅很快就变黄了是吧 我个人的感觉它其实保持这个脆绿色时间挺久的 我不知道跟有机这个有没有关系 它里面有那个有木耳啊 还有这种各种菌菇啊 它的味道都渗到了这个牛肉的里面 所以这个味道非常的特别 所以就这个鲜美 然后带着牛肉肉香味 对对对 有机种植又能极摘及时的豆芽 新鲜味美趣味十足 你看这样的一道料理哈 它是采用了这种蒸的方式 在蒸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所有的食材的原来的味道呢 是没有一点点流失的 保持住了原味 而且呢它价格不贵 一百多块钱 说这么多啊 真的你应该了解它其中的鲜味了 那我就要开始了哈 你看着吧 主题餐厅第五站 黑三娘主题风格 江湖川菜 上帮里游 菜如其名江湖味浓 无辣不欢霸占味蕾 黑三娘 你好 先生你要点哪个菜吗 不点菜 黑三娘是哪里 看 先召回三娘 来 拿翔翔翅先颠柴嘛 先吃饭先吃饭 铁通式的灯罩 古朴的对联 牧师的餐桌 中国特色的年华穿花 这古色古香的环境里啊 忙而充斥着热情的死穿花 经常会来这边吃饭吗 是的 经常来 经常来 对 喜欢吃 挺喜欢吃的 汤是什么口味的菜系 是很正宗的乡土川菜 川菜是吧 对对对 你本来是哪里人 我本来就是四川成都的 你就是四川人 四川菜 所以你觉得这些味道 就跟你们四川本地成都的菜羊 味道接近吗 很正宗 很正宗的 对对对 这道菜不错 这个啊 这个是那个毛雪旺 毛雪旺 对对对 里面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午餐肉啊 午竹啊那些的 牛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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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边装修很有特色 然后呢 我就试了一下 觉得这边菜味道也不错 有种那种 武侠小说里面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那种感觉 你把自己定位成哪个角色 自己回忠吗 没有没有 萧峰啊 肯定是萧峰 萧峰 萧大侠 萧大侠 这些菜当中 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吃哪一些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沸腾鱼 沸腾鱼 这个辣得舒服 辣得一身汗 是吗 相当舒服 觉得很爽 对对对 如此的江湖饭 加上分量十足的麻辣川菜 很多人一吃就上瘾了 就上海那么多家这个川菜店啊 你为什么就今天就认准这家来 我这家川菜店 我吃了十多年了 这十多年了 对 以前这家店是开在我们对面 那个小区里面 这个是典型的川菜是吧 对 泼辣鱼 泼辣鱼 它那个鱼肉啊 就比较嫩 它上面有成油啊 而且你蒸的鱼片就不是很油 里面有那么多这些辣椒在里面 对对对 会不会觉得很辣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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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个口感是什么 是香辣麻辣 还是什么 主要是 川菜主要是麻辣 麻辣为主 想吃重口味的 绝对可以在这里 享受到大汗淋漓 而刚才时刻提到的泼辣鱼 也是这里点击率最高的照白菜 使用新鲜活沙的花莲鱼 腌制入味后过油 再撒上店家密制的辣椒粉 最后用四川的摩天椒 和重庆的花椒 爆炒淋在鱼片上 一道麻辣鲜香的泼辣感觉 立刻为你呈现 原来这个黑三娘 他只是一个江湖人物 现实生活当中 我根本找不着他 这个黑三娘 你看这个口味够重的 那么多辣椒 泼辣鱼是吗 我想这个黑三娘 也肯定是蛮泼辣的 来来来尝一尝 土油会不会很辣 我告诉你 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辣 本来我以为那么多辣椒 你看这个红油 那么多辣油在上面 入口之后你会感受到 它非常香辣的那种感觉 然后带着一种 花椒的那种麻香味在里面 整一道菜 给你呈现那个鱼肉 你觉得它非常的嫩口 其实它最后浇上去 那一层这个辣油 其实它只是为了提香 会让这个鱼 你觉得更加的辣香 爽口那种感觉 好 接下来 我就是一个侠客 让我好好来品尝一下 这道河辣鱼 五一出游 很多朋友都会带上 很多好吃的 可是如果您对自己的厨艺 不是非常的有自信 那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今天我们的明星Tracy 就给我们带来了 两道小点心 不仅制作很简单 造型也非常可爱 一定特别受小朋友的喜欢 还不赶紧去学习一下 您现在厨房 大家好 我是冰浩 你看又到了这个五一小长假了 这天也不错 现在就可以和这个朋友 家人一块去出门 踏青旅游了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妈妈们就会烦恼 我要带点什么小吃的东西 又可以宝宝喜欢吃 又有营养最重要的鞋带 还要方便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牛牛 就要带我们去认识一位 漂亮的妈妈 她就会教我们做两道 很可爱的小点心 好吃美味又方便 那我们一起去上楼认识一下吧 所以牛牛是 是这家吗 后面这家是的 好 那我们赶紧进去认识一下 你好 春仙你看 现在也是这个小长假 今天第二天了 有没有带小朋友出去玩 我也是打算 五一一号了嘛 也是想带小朋友 到公园去玩玩 逗逗看看 那踏青的话 有没有专门为小朋友 准备养吃的呀 也为小朋友准备一些吃的 因为小朋友的话 我也是比较注重 他的一个营养 健康 那带出去的话 我也是想到 比较要方便一点嘛 那所以说 我这边的话 也是经常给孩子 用到这个热枝牛的 一个早餐买了 那他用起来 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看这个 您拿的这个上面 好像还有 这个是草莓味道的是吧 对草莓味道 除了草莓味的 还有什么 还有原味的 对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先把它涂一小块 它的设计拆下来 就是这种小三角形的 还蛮方便的 之后的话 可以涂在面包上面 两块奶酪的话 它还有180克的一个 盖质嘛 那其中维生素D的话 它还是可以帮助 盖质的一个吸收 对 但是只是拿这个奶酪 来涂一下面包的话 今天这道菜面 也太简单了一点 所以有没有 稍微复杂一点的 也是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奶酪 然后小朋友也喜欢吃 然后呢 我们踏心淡出血比较方便的 对 因为我们今天呢 我也为大家介绍两道小点心 营养美味早餐奶酪 我是今日明星Tracy 今日明星Tracy 真是一位爱心妈妈的 让我们看看她 如何用奶酪来制作小点心吧 现在那就是爱心妈妈的 教课时间了 先把两道菜的食材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 好的 那我今天要介绍 两道菜的主讲呢 这是二支牛芝士奶酪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香蕉 馄饨皮 还有热汁牛的一个早餐奶酪 那还有牛奶 那我们做的呢 是一个香蕉奶酪糖果 香蕉糖果 蛮好奇的 因为这个奶酪也好 然后加上香蕉也好 我还可以想象说他们搅拌 加上这个馄饨皮 难道是要包馄饨那种感觉吗 类似于这种感觉吧 但是它做出来的话 可能比较小巧嘛 而且造型比较可爱 我看它这个上面好像是 里边含的这个蛋白质啊 包括说钙 尤其是这个钙哦 对 小孩成长的时候 对对对 它是会帮助小孩的一个骨骼 和牙齿的一个生长发育嘛 对 这边这道菜更好看了 草莓啊 对 那我们这边的话 是会做一个草莓小人 那我们用到的一个食材呢 是新鲜的草莓 还有淡奶酪 还有那个黑芝麻 再加上我们那个热汁牛 早餐奶酪混合在一起 就是一块奶酪 我们可以做成不同的这种甜品啊 或者说是小点心是吧 对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动手操作 乐枝牛奶酪拆起来方便快捷 先一边涂一片来一口 将奶酪倒入碗中 接着倒入牛奶和切碎的香蕉 搅拌均匀 再将香蕉奶酪泥卷入混沌皮中 将两边捏起包成糖果状 是有一点糖果的那种感觉了 怎么想到用馄饨皮来包裹这个香蕉啊 奶酪什么的 因为一方面的话 馄饨皮的话它比较软啊 而且包起来的话也比较方便点 这样包的话 给小孩子吃的话 它也感觉比较新鲜 也比较觉得它比较好玩 看来对于宝宝这个饮食方面 平常还是蛮花心思的 对的 我主要是希望它一个营养嘛 健康 但是操作起来呢 因为我平时比较工作比较忙嘛 所以也是想到能够比较节省时间 其实您刚刚在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女儿一直在跟您互动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您下厨的最大乐趣所在了 对的 将包好的香蕉奶酪糖果 放入油锅中煎炸 在适当的时候翻面 炸成金黄色即可起锅 这样做出来的糖果口味 一定与众不同 那这个是草莓小人 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首先呢 我们就不用先打开 草莓味的热芝牛早餐奶酪 正好这个也是草莓味的 对的对的 草莓配草莓 你看小孩看到这个 他首先就是 对于食欲上 这个新鲜程度 小孩就很喜欢 对的 这个也是要用到两个还是 对 你用两个 将淡奶油和奶酪搅拌在一起 再将草莓从三分之一处切开 然后将奶油奶酪涂在草莓上 最后盖上草莓小帽子 最后我们是要做什么 这边是需要点两个眼睛 宝贝很熟练啊 嗯 就是刮一点点奶油 然后蘸一个 对蘸一点 用牙签刮一点奶油 蘸上芝麻 在奶油奶酪处点上 好了 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可爱 有了两个眼睛就更像了 对对对 真是好可爱的草莓小人啊 看着还有点像圣诞老公公呢 用乐枝牛做成的这两道点心 不仅外形非常可爱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 的确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呢 春日出游踏迹的朋友们 可一定要记得戴上 这样好看又美味的小点心哦 牛牛好吃吧 好吃 好吃啊 你看小朋友吃的很香 一手拿一个 而且真的很方便 你看出来玩啊什么的 造型很可爱 这个像糖果 这个你说小人有点这种 圣诞老人的感觉啊 而且 也比较方便嘛 装在那个保鲜盒里面 可以当做一道甜品来吃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这么好的这个天气 这么好的环境下 享受一下这种 亲子时光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让小孩 加强他的动手能力 而且营养都在里面了嘛 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乐质牛的牛牛 哈喽 牛牛也要奖励一下我们的妈妈 给妈妈送上我们的这个乐质牛 不同口味的这个奶酪 好 给宝宝拿好 电视机小伙伴们 这两道啊 如果说您对这个自己的厨艺 不是特别自信 但是呢又不想浪费和宝贝们的 亲子时光的话呢 这两道菜就是您最好的选择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美食 一边也给自己的心情放个价 接下来欢迎收看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一方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 教您把幸福生活吃出来 感谢观看